台风的关系台东还有一万多户是停电的 那么在北南美农的养老院 甚至于泥水整个冲进去 还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请请无数顾得好好的 才过了一处摊坊 前头又一处 台九线上处处碎石处处崩落 龙过麦路段也是北南通往路也 唯一一条道路 上午八点开始却陆续发生摊坊 从一旁山壁滚落泥石 不少车辆硬是挤过去 车身因为底下碎石而颠簸 至于游览车不敢冒险 排队等着小山猫清除道路 水排不掉拼命朝上茂 滚滚泥流慢过道路积水处处 风墙宇宙 莫兰蒂来西J回台东又是目标之一 从13号下午开始部分地区陆续撤离 包括太玛里乡大午乡 另外达人金峰以及碑南也都将村民安置在活动中心或村办公室 北边的海端 池上也将少数民众撤离危险区 至于人之外大家关心的还有树 金城武树今年被五花大绑 要说五花大绑确实不为过 目前又有瞬间的阵风 这个画面不晓得会不会刚好在大家的面前这棵树倒了 应该不会啦 池上的金鸡母树当然不能倒 村长冒雨四处巡视 但强风不断看着一旁稻田就可以感受到 至于北南美农养老院还没开张 土石流先来光临 早上 早上 上面的别离物都被塞住了 全部垮下来把水都往村庄里灌了 才会灌到这边来 整个早上都整个冲进来 对 整个冲进来 你看玻璃都全部破掉了 冲破玻璃泥流灌入 地板 家具 墙壁满片泥泞 看着满屋子 脏屋破坏 损失先不论 光要清理 谈何容易 而包括蓝宇 绿岛 光是一个台东 截至上午8点停电户数 就高达1万1217户 墨兰地还没过 灾情已经不少 TVB新闻刘景元 台东报导